昆营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441世纪 南北之上 小乾坤近乎干涸的力量在徐徐恢复 如潺潺流水注入一汪深潭 杨凯勉励抬手往口中塞了一把铃铛 增加自身的恢复效率 片刻后他忽然起身警惕四方 冥冥之中他察觉到了一股八瓶开天的气息 由远极近地迅速而来 不过在看清那气息来源的方向之后 杨凯便又松了口气 因为那气息过来的方向是大眼关 如果所料不错的话 来者应该是南北军的某位八瓶总镇 看样子 之前借助乾坤大镇返回驱墨舰的那三十多人 已经将这边的消息上报了 果不起然 片刻后一位身形短小 相貌威严的八瓶开天便出现在杨凯面前 那八瓶上下打量杨凯一眼 暗暗为他的伤势心惊 虽不知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见杨凯此刻的模样 也知他经历了一场生死之战 左右望去 此地竟只有杨凯一人便开口道 老夫更盯着总镇查普 奉军团长之命前来救援 你可是杨凯 正是 那八匹墨图呢 死了 你说的 那墨图身受重创 实力大损 弟子侥幸胜之 既如此 随我与大军会合吧 他也没问杨凯到底是如何杀了那一位八匹墨图的 纵然人家身受重创 那也是个八匹 不过如今杨凯既然站在这里 那八匹墨图却不见了踪影 说明赢得胜利的是杨凯 没必要多问什么 大人稍等 还有一人 杨凯这边说着身形一晃 突兀地消失在原地 查普眉头归阳 红剑法则 杨凯离去 自然是要去找那之前被他推入虚空深处的七匹女子 从那女子离开之时 杨凯便在他身上留下了一枚空灵珠 所以想要找到他不是男士 红剑法则催动之时 人便出现在那昏迷女子身旁 让杨凯稍稍安心的是 这女子并没有因为自己与那八匹墨图的大战而受什么波及 她此刻依旧昏迷着 在自己之前的那股力量下朝虚空深处不断飘去 杨凯将他抓紧迅速返回 古大片刻后便重新与查普会合 做得好 还有力气催动乾坤爵吗 杨凯扯出一丝笑容 能 甚好 那就催动乾坤爵返回众军去莫检吧 这般说着 查普将杨凯手中女子接过 直接揪进了自己的小乾坤中 惊眼看着杨凯催动乾坤爵离去 查普这才紧随离去 当两人一起从驱墨剑乾坤大阵中走出 踏上甲板的一瞬间 杨凯便察觉到远方狂暴的力量波动在不断起伏 几乎每时每刻都有生命的气息在凋零 南北军还在追击往大眼关盾逃的莫足大军 看着动静 双方交手已不是一时半会儿了 米京伦就站在船弦边 跳往前方 某种神光闪烁 查觉阳开靠近 米京伦扭头望来 见他虽然身子萎靡 形容狼狈 却没有性命之忧 明显松了口气 底层舞者不知杨开的重要性 米京伦这样的军团长却是知晓的 杨开如今虽只是欺贫 但却关系到老祖恢复的速度 可以说这一次前来收复大眼关 老祖是特意解明要杨开跟随 就是要借助他的力量来聊生 若是杨开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老祖的依仗就荡然无存 到时候收复大眼的难度 何止对责 他之前让杨开留守那边休养 本意是不想让他再参与接下来的战事 谁知那边居然还有一个八匹莫毒 炸死逃生 消息传来的时候 米京伦吓了一跳 连忙让查普前去营救 索性杨开安然无恙 来到米京伦身边 查普神殿涌动一阵 将事情的经过简单汇报 米京伦面上浮现出一片哑然神色 微微汗手 查普又将那被他收尽 小强坤的七匹女子放出 交由旁边的将士安置 这才晃身雷取 投身战场之中 接下来的战事 你不必参与了 好好养伤吧 米京伦晃着杨开道 你身上的剑伤有些麻烦 疗伤之时 注意仔细清除剑气和剑意 姬子明白 杨开汗手 抬头朝前方望去 虽见那边打得一片水深火热 但具体局势却是看不清楚 只能问到 大人 这边情况如何 还算顺利吧 能全吃掉 有点困难 对方的八匹磨图数量不少 想全吃掉 有些难度 从未有人想到 在这大眼战区之中 竟有如此多的高品贱磨图 不过大眼丢失了三万年之久 当年被磨化的大批磨图们 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成长 所以这边的局势根本无人知晓 等到真正碰到了 察觉这一点已经迟了 若是大眼官的莫族不前来救援的话 一切好说 若是大眼官的莫族跑出来救援 那我南北军唯有赞必锋芒了 这也是那莫族大军聪明的地方 当主使者察觉战事不利的时候 当即便聚兵 当即便聚集兵力朝大眼方向顿逃 显然是想借助大眼官莫族的力量 来抵挡南北军 只要大眼莫族那边前来救援 南北军就只能退避 又站在甲板上观望了片刻 扬开公身告退 弟子先去疗伤了 去吧 米金伦挥挥手 旁边自有人领他离去 将他安置在曲抹前的一间香房中 香房内不只有诸多禁止阵法 隔绝内外 阳海安心疗养 自身强大的恢复能力 在这个时候起了重要的作用 前后不过数日功夫 伤势基本就已经没有大害 伤口出肆虐的剑翼和剑气 也被他驱散干净 剩下的就是慢慢地恢复了 阳海没有再继续聊生 打开房门走了出来 死周一片静谜 远处没有什么能量起伏的波动 也没有交战的动静 看样子 大战已告一段落 不知道战况如何 变了下方向 阳海静止离开香房 朝驱墨剑议室所在行去 走到半途 呼听一人招呼 扭头望去 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赫然是旋风队那位七品队长 杨兄上市如何 旋风队长关切问道 杨凯回道 没什么大碍了 那就好 之前听说杨兄在大军雷去之后 留守战场 还遭遇了一位诈死逃生的八品墨徒 兄弟们可担心坏了 之后才听说 查师叔亲自出手将你带了回来 之前在战场上 旋风队 雪狼队这两支精锐小队 也算是与阳开 有过一场密切配合的 这是过命的交情 而且阳开在战场上 展现出来的强大抵御 也让两支精锐小队深深蛰伏 所以纵然只是第二次见面 彼此也没有任何的陌生感 还为警教师兄如何称呼 阳开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虽同声共死过 但阳开还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旋风队长哈哈一笑 我倒是忘了跟阳兄报上名姓了 嗯 谋乃马高 原来是马师兄 阳开抱拳一礼 旋即又肃然道 马师兄 之前战事的结果如何 你也知道 我回来之后一直在疗伤 坏免的事情一无所知 马高文言一叹 见他这样 阳开心里就一个咯噔 怎么 战况对我人族不利吗 唉 倒也没有对我人族不利 之前那一战 我大言南北军斩莫族大军三十余万 剧主六位 八品莫族二十余 可以说是大胜 马高言之此处顿了一下 才接着道 只是南北军伤亡也不小啊 数字多少 八品总阵陨落四位 八品之下战死三千 阳开威正 旋即重重一探 单看两族双方陨落的数字 人族这边还没有莫族的零头多 然而战争的得失并不是这么计算的 可以说人族自镇守莫之战场各处关爱以来 就没有哪一次大规模战役死这么多人的 更不要说其中还有四位八品总阵 这是此战最大之声 也是南北军最大的损失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五脸巅峰》 第四千四百一十一集